抗药性突变来源供有领域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阿达诺姆DR.Datrosatinum Avriasis提出警告称 有一些病人感染的病毒或病菌的抗药性越来越强 最后变成超级细菌将可能严重阻碍现代医药的发展 在世卫所发表的报告中指出 现今严重缺乏对付不同疾病的新药 由于滥用抗生素的情形下 使得病毒与病菌的抗药性越来越强了 导致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就越来越大 先前亦有卫生专家提出警告 只称上述的情况对人类的威胁甚至比癌症更严重 其实在最近数年来 英国致力于唤起全球关注此问题 希望各界能够严加注意病毒与病菌不断增强的抗药性 对于现代医药所造成的影响 专家说若抗生素失效了 则有一些重要的医疗手术 如肠道手术、剖腹手术、关节手术及化疗等 都将变得相当危险 甚至难以进行 全球各地估计平均每年大约有70万人 由于罹患肺结合可导致艾斯病的HIV病毒及 虐急等急患因出现抗药性现象而导致死亡的情形 若各国再不采取任何积极作为 则估计到了2050年之时 恐将每年有多达1000万人死于这种情况下 世卫呼吁预防剩余治疗 如指安靠研究新的疗法仍然不足以对抗上述的威胁 目前是为这致力于如何改善预防及控制细菌与病毒的感染 及制定方针和直男 在未来 无论在人类、动物或农业上使用抗生素 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避免出现药物滥用的情形